有朋友在问这个怎么区分齿包的好坏 今天呢我就以这个现代的齿包来讲啊 现代绿的齿包来讲来讲它的好坏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齿包啊 我这两个是先不管它的长度啊 你看真正的齿包呢是这样子 这倒无所谓 但是可以单截的 这个是单截的 是国内的一个就很便宜的几百块钱的一个齿包 也没有名也不知道是谁 只是拿来做一个演示来讲讲齿包的好坏 为什么 你看 首先呢正常来讲呢 我们齿包的讲究七节六目 1234567 每两个节之间呢就有一个目嘛 所以七节六目 123456 齿节六目 OK 那这个呢 1234567 但是这里都没有在节上啊 那又有节的话也是八个节 所以呢这个 知道造型上呢 就一看不太像齿包啊 这个没关系 这个都不是重要的啊 但是呢 美观呢 好看的竹子呢 那换言之是不是会就的 很用心做 会用心把齿包做的更好一点 会不会是这样子 OK 那如果是说他如果阻止不好 他也很用心的把齿包做好 那也还可以 所以我们也不要判断一个齿包的好坏 我们不从外表来看 OK 我们讲本质上的东西 那你看我们 好的齿包 首先呢 他要有音准嘛 乐器嘛 如果音的不准的话 他就不能乘直为一个合格的乐器 OK 我们先讲音准 那我吹一下 这个是 这一支呢 做的比较随意的 他基本音准是准了 OK 这是一个方面 OK 那我们再吹一下 这个做的比较好的一个齿包 我们不一定是弯管才好 我只是手里恰好有这样的一个弯管 谢谢你的朋友 也许你就会发现 一个什么问题 音色 什么音色 什么声音 他这种管 他做的很粗糙的 里面 没有做内镜 所以还能看得见那个竹节 还有 只是简单的上了一点点虫交啥的 然后呢 内镜基本上是像动销那样一做 所以呢 基本音准 他是做准了 接下来看 比如说 他同捧音的共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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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再讲一个音域的问题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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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八度音程没问题啊 那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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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音就不准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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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只有两个两个八度的音程 第三个八度后面就没有了 啊 这是这是一方面OK 好 我们来 吹吹他的一些张力 刚刚张力演示过了 他的张力 他没办法把声音做得很大 比如我们吹同样一段顺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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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种音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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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会比较细腻一点 这是现代曲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吹一个 这个是通用的曲子 那么再吹一个尺巴的中用曲子 比如说火影忍者 那个表现 再换 音色能听出区别 然后这个呢 这次都是还属于现代曲的一个区别 我们再来表现一个鼓曲 用鼓曲的哈 比如用它来吹鼓曲 一个不合格的尺巴 吹鼓曲怎么吹 这全然特殊的呜呜的声音音色 这种内镜没有做优化的 就是吹出来 就是没有那种味 少了一种味道 好 好 这全然古典的声音音色 好 那这是短管 我们再拿一个长一点的 也是一样 你看 那么长的 二十四的 这个是做得不太好的 对 二十四 音准到基本音准倒是没问题啊 但是吹曲的就就就就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就以古典曲曲为例啊 操作操控不好操控 这是不好操控 这是半音不好操控啊 那我们拿一个做得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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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做得好的管,浮沉银行而做,声音也大,也细腻, 它很细腻,它很细腻,音量大,音色,放得开,随意动,这个叫操控性,要吹那个,吹的不好的管,吹吹吹吹,那个腹吹,吹不吹来了。